絕對有的 首先我們都會看回家裡的所謂的預算 資金究竟是多少 這個也很關鍵 因為沒理由讀到沒錢就不行了 一般來說 如果你說譬如去英國讀中學 相對會比較貴一點 但是很多家長會有個貿務 就覺得去澳洲讀大學會便宜一些 或者讀書會便宜一些 其實應該是說每個地方都有便宜和貴的地方 澳洲讀中學其實是便宜的 英國讀大學其實也比澳洲便宜的 整體來說 加拿大讀中學會便宜 美國也是有便宜有貴的 我們其實都時不時都會做一些Post 在我們的社交媒體平台 我們Facebook 也有比例過20萬留下 究竟英美澳加新加坡有什麼選項 是可以給到學生 是有的 最便宜來說 如果是澳洲或者加拿大的中學 學費連同Homestay 一年是15萬左右 比香港讀直資或者國際學校便宜的 一年都23、4萬 但是你在香港讀 那Versus那些是去外國讀的 英國的話 如果三年的讀書 比較經濟的話 排名也OK 不是最高級的學校 其實三年的課程 八十幾九十萬是做得到的 變成其實 如果家長有budget的concern 其實我們都會和他制定 怎樣去計劃整個過程的費用 就算你選了一個便宜的 它其實也有好處 和不好的地方 一樣都會有 我們就不會說 這個好 那個不好 近年都多同學會問 譬如新加坡 新加坡其實也會有便宜的選項 那三年的課程 其實二十幾萬 三十萬港幣的學費 那你除了一年 其實也有六至八萬港幣 跟你讀副學士差不多 這個也是很吸引到家長的一個位置 其實便宜貴是封劍有人的 我們俗稱 最重要的就是 小朋友究竟想讀什麼 想讀什麼課程 讀完之後的計劃是怎樣的 謝謝大家 還跟我分享 我們再來一下 還有一晚